自有时报创办人玲珑三旗下的联邦建设 民国78年在新庄副都心推出预售案 却被爆出这栋龙山林大楼 当时根本没有取得建筑 坐落在二省道旁 这几栋用大面玻璃建构了高楼 就是地产大亨玲珑三旗下 联邦建设在新庄副都心的指标建案 龙山林企业广场 外表虽然闪亮亮 但建造取的过程却频频报争议 其实那个时候这件事情新闻闹得还蛮大的 在民国78年那个时候 那时候联邦建设还在新庄副都心 然后呢有一个建案 就是龙山林系列的一个房子 那可是他那个时候就是说 建造根本都还没有申请出来 他就已经先预售了 而且那个时候还传出说 他是拿戏纸的一个建造 当时住户棄不过玲珑三做法 组成自救会 一状陈情境监察院 委任律师甚至召开记者会公布 78年11月18号 省府建设厅发出了公文 要求龙山林暂缓建案 并且要求北县府防止联邦建设 以伪造的建造东宫 这个其实照理说是违法的 不应该这样子做 通常没有可能 不太可能说怎么建造都还没申请出来 你就已经先预售 联邦建设在新庄副都心养地 二三十年 赚进口袋利益早已倍数成长 但建造合法过程 一再被质疑伪造偷跑 当年的争议留下历史记录 结稿前尚未取得联邦建设回应 不过大财团搞小动作 行径可受公平 中文综合报导 多财图 自创 抓好 祖